赖清德到现在为止还能在那大放厥词 两岸到现在为止还没有打起来 唯一的核心的原因就只有一条 就是大陆的善意嘛 就大陆在克制 大陆保持了善意 没有动手 台湾认为没有动手 就是因为代表说你被我威慑了 就是你被我卡住了 就是后面美国这个东西是有效的 所以我继续可以往前冲 赖清德呢有一个想法 他的想法是什么呢 第一他就知道我要挑事 挑到最后呢 大家有一个幻想 我还能撑一段时间 我用什么去撑呢 我把台湾变成一个巨大的血肉魔法 然后用台湾的老百姓垫在前面 然后以此来消耗 消耗多时间 让美国来介入最后拯救态度 真的要劝告台湾民众 清醒一点 不要被赖清德的那种 就是历令之婚的 然后实际上本质上是一种 自我催眠的谎言所误导 当然从大陆的角度上来说 我认为啊 这是我个人的看法 我认为大陆现在在做的两手准备 第一手当然尽量促进和平的方式去同意 这样是最好 第二一定要非和平方式同意的话 大陆研究的课题 已经不是什么大陆死多少人 我们尽量扫死人 不是 我们是在研究 在使用武力的情况下 如何让台湾岛内死的尽量少一点 再提升这方面的能力 然后实质性的用这种最小的方式 最精准的方式去实现我们的同意 我认为在能力建设上 大陆这个迹象已经很明显了 我认为大陆研究竟的方式去实现我们的课题